今天建商要交屋旁邊的這個房子 那我這個客人呢年輕有為 這是他第二棟房子 他運氣非常好 因為這個房子呢有三個房型 他搶到的這個單位呢價錢非常的好 而且還比同樣的房型多一間房間 所以他以後呢要賣的空間會比同一個屋形來得多一點 好那我們今天就要帶大家來了解一下買新房子 最後的幾個階段 前幾天呢我的客人呢已經做了這個final walkthrough 這個是在交房前買家跟建商的檢察員 對房子最後的交代 那在final walkthrough之前呢還有一個walkthrough 他有時候叫做buyer orientation 有點像上學有新生訓練一樣 會把房子走一遍解釋一下說 什麼東西在哪裡啊怎麼用 那同時買家也要藉這個機會檢查一下房子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最後呢在final walkthrough的時候 然後就是要來檢查一下他們上一次在walkthrough的時候 跟檢察員這個inspector說過要修的東西有沒有修好 那通常呢final walkthrough呢會在close of escort的當天 或者是在前一兩天 那這個建商呢是在前兩天 所以我們在前兩天就已經做了final walkthrough 那今天就是只是要來交屋拿鑰匙 然後等county他record 那這個房子就是正式是我客人的啦 好把交屋的過程走 好的 剛才就出來 好 vida таких是很危險 你已经知道密码了 好 打开咯 来咯 哇 好开心喔 好开心喔 打开咯 打开 Hannah 将近河 来咯 movies